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毕业季到来 许多新鲜人准备踏入职场 走出台湾找工作 也是年轻人的选项之一 大陆近年来公布了许多对台政策 鼓励青年西境实习 提供创业补助金 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进入当地产业 像是大陆二台经济带动幼教产业崛起 就有幼教老师到广州实习 开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是广州新开的一家脱友中心 大陆二台经济兴起 类似的教育中心遍地开花 而这一家的特色 在于老师大多从台湾而来 黄紫燕和莫香奇都是科班出身 临近毕业的时候 有机会到广州来实习 发现这里机会多挑战也更多 这边其实跟台湾比起来 我们往上升值的几率会比较高 因为这边开园的速度很快 就跟台湾相比的话 开园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在那边如果想要 去当上主任的话 想要当上园长的话 是可能一两年不可能会达到的 但是在这边一两年 你很有可能可以达到的这样 在广州黄紫燕和莫香奇 享受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生活 这里机会多 如果不喜欢按部就班的上班工作 自己创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最主要的项目 这是我们的收货机 那它的取货方式的话就像这样 它最主要的话是 它有个平台会去接我们的商品 不管是玻璃瓶 或是一些新成蛋糕 它都可以去做贩卖的 大陆智慧设备产业蓬勃发展 无人贩卖机几乎已经成为鸿海 连企号仍然有信心可以分一杯羹 他们打造可声匠 履带式托盘可以保证玻璃瓶或是其他易碎产品 都能安然无恙 拓宽了售卖商品的限制 他们还和代工企业联手准备打造 陆菜熟食进行贩卖 这个由台湾青年创业团队打造的全新项目 要在广州和竞争者较劲 根据凯基的调研指出说 只要人均GDP达到1万美金以上的时候 就会达到一个 自动收货器的爆发式成长的区域 现在刚好是一个交叉点 近三年来 在广州打拼的台湾青年增加了2000多人 新增的创业专案企业将近100个 有50位台湾专业人士 成功升领广州人才绿卡 而很大一部分就出自这个地方 现在广州台湾青年私家是驻扎在这里 所有的台湾青年 当他来到广州的时候 他还没有第一个落脚处 没有第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而且他还不知道怎么去发展的时候 我们又兼具了第一个重创空间的功能 这名家2008年来到广州发展 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 花了半年时间才摸透广州的交通和时速 在这里站稳脚跟后 他第一时间想到成立一个台青之家 让新朋友能快速适应当地生活 我们这个平台的干部是不断的会加入进来 那先来的台湾青年 他就会一样用心再去帮助下一批的台湾青年 那下一批的台湾青年 他在这边扎根以后 他也会用心再去帮助下下批的台湾青年 像是美容行业的资深导师李戴燕 来发展12年产业出具规模 这些年接纳了不少台湾青年实行就业 他提供一条龙的帮助 让年轻人可以更快速的适应大陆市场 想要来到大陆发展的 我可以协助你 培训你 那来到这边接受培训之后 你想落地在广州 那我可以把你所交的学费 变成是你的薪水 当你适应完之后 你又觉得我想创业 好 那我可以把你的 这些赚来的钱 变成是一个创业的基金 靠着大家不屑林立 台湾青年到广州 希望能寻找到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